大家好 今天是3月25日星期四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第三波疫情比之前更糟 疫苗供应也出现危机 根据安省卫生局最新的数据显示 安省今日新增2380例 17人死亡 这是自2月初以来 首次单日新增超过2000例 自去年3月份疫情爆发以来 安省迄今为止已有7280人死于新冠肺炎 安省上一次报告超过2000病例 还是在1月30日 当时记录了2093例 目前7天的平均确诊数为1794例 而一周前为1427例 据CTV报道 安省首席卫生官已于本周一宣布 安省将进入第三波疫情 阿尔伯塔省和BC省的感染率也在持续上升 但尚未做出第三波疫情的官方宣布 传染病学专家沙卡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第三波疫情可能会比前两波更为糟糕 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沙卡威称 这一次我们看到病毒在以前控制的很好的地方带来了更大的打击 我们已经看到变异病毒确实会迅速导致病例激增 此外 居民开始逐渐对公共限制措施产生疲劳 而目前的疫苗推广效率低下 需要快速进行疫苗接种才能够赢得与变异病毒的比赛 沙卡威认为 目前政府在疫苗推广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有许多因素推动了病例大幅增加 但沙卡威医生指出 疫苗接种速度缓慢 以及变异病毒的大肆蔓延 是第三波疫情的主要推动力 本周三 加拿大总理特罗多在国会表示 他对欧盟新的疫苗出口限制威胁感到担忧 但特罗多也表示 加拿大政府将努力确保疫苗能够继续运抵本国 据悉 本周三 欧盟提出了一项紧急立法 计划在未来六周内 限制欧盟对新冠疫苗的出口量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这并非是出口禁令 而是为了确保欧洲获得应有的疫苗份额 欧盟向加拿大的疫苗出口 仍将受到授权要求的约束 加拿大并不在豁免授权控制的国家名单中 欧盟称 这一措施早在一月份就已实施 不仅是欧洲的疫苗供应受到影响 印度出口加拿大的疫苗也同样出现了问题 根据路透社报道 由于印度近期新冠感染率上升 为了应对国内需求 目前印度方面已经暂时停止 阿斯利康疫苗的所有大批量出口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 正在密切关注 据悉 加拿大与印度签有订购200万剂 阿斯利康疫苗的协议 但迄今为止只收到了其中的50万剂 特鲁多在讲话中表示 他坚信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加拿大会收到从印度订购的200万剂疫苗 特鲁多称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该计划会有变动 根据CTV报道 3月24日 安省政府公布了第三份预算案 政府将在新预算案中继续增加医疗保健支出 并向企业和家庭提供现金补助 报道称 安省为此次预算案预留了1861亿加元的支出 2021年度的预算赤字 从去年的385亿加元下降到了331亿加元 2022年及2023年的预算赤字 分别为277亿及202亿 政府表示 需要超过1000亿的新债务及赤字来抵抗疫情 而这些债务及赤字 在2029年之前都将一直存在 此外 政府提到 随着企业重新开业 疫情期间 居民积累的储蓄将流入经济 届时 政府税收收入将增加约60亿加元 在家庭方面 预算案将通过安省新关儿童福利金 为有子女的家庭提供第三轮补助 补助金额增加一倍 每个孩子可领取400加元 每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可领取500加元 虽然政府尚未公布 这项儿童福利金的拨款日期 但在去年登记领取过第二轮补助金的人 都将自动登记至第三笔补助 在小型企业和旅游业方面 安省计划拨出17亿加元 向那些受到疫情打击严重的小企业 提供第二轮补助 财政部表示 在安省约有12万个符合条件的企业 可以获得最高2万加元的补贴 登记领取过第一轮补贴的人 将自动获得第二轮的资格 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表示 对政府支持小企业的举动表示赞赏 但他们仍然希望政府能够再做出一些调整 扩大这项计划 因为目前仍然有成千上万个小企业 并没有申领补助的资格 针对旅游业 由于疫情对旅游业造成了惨重打击 安省旅游部门流失了14万个工作岗位 安省拨出了1亿加元的资金 用于帮助旅游部门重振经济 此外 对于那些无法领取小企业补助 但收入下降至少20%的旅游经营者 安省政府将为他们一次性地提供 最高2万加元的补助金 在新预算案中 医疗保健仍然是支出的重点 安省计划拨款67亿加元 用于与大流行相关的措施 其中10亿加元用于疫苗接种 23亿加元用于扩大病毒检测 和追踪密切接触者 安省政府也为医院增加了18亿的预算 以帮助他们护理新冠患者 并解决那些因疫情而导致延误的积压病例 卫生资金从上亿财年的667亿加元 增加到了698亿加元 在长期护理方面 安省表示正在加快建立更多长期护理空间的计划 希望在4年内额外拨款9.3亿加元 为长期护理中心增加2万张床位 并将投入6.5亿加元 以维持和扩大护理院人员的配备水平 预算案中也提到了对拟建的413号高速公路的资金 据悉这条高速计划将穿过大多伦多的西北部 但该项目遭到了周遭城市环保团体的反对 安省政府表示 目前正在等待环境评估结果 随后再决定对该项目的分配资金 在预算案中 有一些部门的拨款也遭到了削减 安省政府在教育部门的资助将减少8亿加元 未来三年教育支出的增长将会低于通货膨胀率 此外 安省的森林灭火计划将减少2000万预算 政府和消费者服务部门将减少4亿加元预算 人均损失1800加元 但加拿大最高法院判定探税符合宪法 据加媒报道 加拿大最高法院近日以6比3的投票结果裁定 联邦政府可以实施全国性的探税定价标准 自由党政府的法律并没有违宪 最高首席法官瓦格纳代表投赞成票的多数法官表示 联邦政府可以自由地制定探税最低定价标准 因为气候变化的威胁如此之大 以至于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家政策与方针 瓦格纳法官表示 他同意联邦自由党政府的看法 气候变化确实是引起国家关注的紧迫问题 在宪法上允许联邦政府带头处理跨越省区边界的问题 这位法官还指出 由于碳排放的本质是跨省且扩散性的 因此联邦政府在精管中可以发挥出作用 以确保每个行政区域都能够为整个国家的努力做出贡献 据《多伦多太阳报》上周二报道 由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院进行的一项独立研究显示 如果实施探税计划 那么到2030年将给加拿大的经济造成440亿加元的损失 并使政府斥资每年增加240亿加元 这项研究也对政府称 实施探税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说法表示了质疑 研究报告显示 到2030年 加拿大将因征收探税失去近20万个工作岗位 其中安省遭受的打击最大 流失工作最多 估计到时将失去近10万份职位 几乎占了全国的一半 如果要说探税对经济的打击 那么辛斯克社省将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 预计GDP下降2.6% 安省和萨省都将下降2.2% BC省下降1.8% 报告发现 考虑到加拿大的人口增长 到2030年 若要实施减少30%碳排放的目标 那么将需要每吨征收240加元的探税 而不是政府所说的每吨170加元 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到2030年 当每吨排放要收取170加元的探税时 三能大普通工人每年将损失1800加元的收入 中美两国卫星数天内接连爆炸 原因不明 3月22日 美国空军第18太空监视队发表推文表示 在3月18日7时41分 观察到中国气象卫星云海1号02星在轨道发生碎裂 产生了21块碎片 报告中表示 目前中国卫星损坏原因正在调查中 据悉 损悉的云海1号02号卫星是中国在2019年9月发射 主要用于海洋研究 空间环境探测 及自然灾害监测等 爆炸发生于该卫星的服役期 巧合的是 就在几天之前 美国空军第18太空监视队同样发表推文表示 美国的一颗退役气象卫星 在3月10日因发生爆炸而解体 产生了16块碎片 据报道 这颗卫星的爆炸原因不明 没有迹象表明这是由碰撞引发的卫星解体 管理该卫星的美国航天管理局 并未答复更多的信息 由于两起事件发生时间仅相隔8天 因此也有不少人怀疑 这是否并不是一场巧合 而是中美两国的反卫星斗争呢 早在1985年 美国就试过了反卫星实验 中国也在2007年进行了首次反卫星实验 但此次美国爆炸的卫星 经证实是一颗退役卫星 发生爆炸为意外事件 此外也有人怀疑 可能是美国卫星爆炸后产生的碎片 撞击到了中国卫星 不过这个说法也遭到了质疑 因为卫星在爆炸之后 产生的碎片速度会非常快 甚至有可能超过地球的逃逸速度 而沿地球切脚线飞出 对于上述猜测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某一种说法 中美两国卫星爆炸的原因 至今仍未找到答案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